变色龙如何改变颜色? 变色龙是一种能够改变皮肤颜色的爬行动物。 其改变皮肤颜色的机制主要是通过皮肤上的色素细胞来实现的。 变色龙的皮肤上还有一种叫做色素体的细胞。 这些细胞包括黑色素细胞和黄色素细胞。 黑色素细胞会产生黑色素。 黄色素细胞会产生黄色素。 当这些色素细胞扩散到表皮细胞中时, 它们会产生颜色变化。 此外,变色龙的皮肤还含有反射性色素体。 这些色素体可以反射不同波长的光线, 从而产生不同的颜色。 变色龙的改变皮肤颜色的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, 包括环境、光线、情绪和体温等。 例如,当变色龙感到紧张或愤怒时, 它们的黑色素细胞会扩散到表皮细胞中, 使皮肤变黑色。 而当它们感到放松或平静时, 黄色素细胞则会扩散到表皮细胞中, 使皮肤变成淡黄色或绿色。 总之,变色龙的改变皮肤颜色的机制 是通过色素细胞的扩散和反射性色素体的反射来实现的。 这种能力帮助它们在不同的环境和情况下融入周围环境, 从而更好的适应和生存。 喜欢的请帮忙订阅, 一起探索更多知识。